众议院议长麦卡锡 5月26日表示 前一天晚上与白宫的谈判取得了进展 与确保达成提高美国政府3.14万亿美元债务上限的协议 一位美国官员表示 白宫和国会共和党人的目标 是就提高债务上限两年的协议进行最后修改 同时限制许多政府项目的支出 民主党总统乔拜登和麦卡锡的谈判代表似乎接近达成协议 因为双方就关键问题达成协议 例如 这出上限以及为国税局和军队提供资金 麦卡锡周五在国会大厦对记者说 我认为我们昨晚取得了进展 这是很多谈判 这很难 但我们愿意做这项工作 然而 双方似乎在这几个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包括是否应该为某些扶贫项目提高工作要求 如果国会未能在下周提高其自行设定的债务上限 可能会引发违约 从而动摇金融市场并使得美国陷入深度衰退 该官员表示 正在考虑的交易 将增加对军人和退伍军人互利的资助 同时 基本上将非国防可自由支配支出保持在当年水平 由于无权谈论 内部讨论 该官员要求匿名 延长两年意味着国会在2024年总统大选之前 不需要再次解决这一限制问题 这位官员说 这笔交易还可能会缩减对美国国税局的资助 共和党人一直试图取消民主党去年批准的 旨在加强执法的税收机构的大幅预算增长 这将有助于增加收入并减少赤字 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 该协议将把军队和退伍军人的开支 提高到拜登今年早些时候提出的水平 快速增长的健康和退休计划不会受到影响 尽管他们预计将在未来几年推高美国的债务水平 本集完